上个月西梦瑶尔胎德女 赵丽买了一波热搜赚流量 闲得但疼的我帮她算了算 这次生娃能拿几个亿 结论是划不来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此回顾 西梦瑶尔胎德女 我替她算了算 这次能拿几亿 结果划不来啊 当时的我不明白 为啥这次赌王四泰一方 这么口口唆唆 按道理 他们家就算放个屁 都要大张旗鼓地炒作一番啊 现在的我明白了 因为当时四泰一方已经身陷淋雨 这个大麻烦 几乎关系着四方的生死存亡 相较而言 一个本来就是工具人的媳妇 生了个无伤大雅的女儿 实在没空搭理 澳门博彩业 从来只有何家一家独大 号称小赌王的西梅华就是个傀儡 西梅华是四泰一手扶植 用来对抗二房的工具人之一 只是他比较好运 从众多工具人中脱颖而出 西梅华的被捕 标志着赌王二房与四房 长达三十年的明争暗斗 暂时告一段落 四房完败 如此这般 西梅尔是不是就算升一个加强牌也难有回天之术 众所周知 澳门博彩业不是哪个阿猫阿狗都能掺两脚的得有牌照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有牌照的合法庄家只有何家一家 所以何鸿燊是当之无愧的赌王 澳门回归后为了打击垄断 客区政府在2002年重新划分了牌照 原来的一张牌照变成三张 同时一张主牌照 带两张副牌照 形成三主六副的格局 面对此变局 早就归隐江湖的何鸿燊 不得不重新出山 最终拿到一主两副三张牌照 何家在澳门博彩业的地位 算是保住了半壁江山 三张牌照到手 旁人看犹如开启金山银山的三把钥匙 何家人关起门来自己看 却像三个烫手的山芋 谁来接手 才会保证何氏家族的富贵长长久久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各方利益的权衡 赌王把第一张副牌 给了二房长女何超穷 彼时何超穷早已另起炉灶 独自运营美高梅 作为二房长女 在大房人丁凋逼的情况下 何超穷俨俨然就是大家姐 她从小被父亲带在身边 深得赌王真传 美高梅作为后起之秀 业绩和父亲不相上下 第二张副牌也被二房收入囊中 但这次二房未拿到这张副牌 很是出了一点血 据说是二房长子何游龙出面 花了九亿美金 这时赌王手上只剩一张 更为宝贵的主牌照 悬而未决 三太成婉真的儿女 最为美貌 但最没有事业心 早就打定主意 安安心心 吃喝玩乐过完这一生 搞事业不存在的忽视眈眈的除了两张副牌到手的二房 就是最激进的四房 但四房除了主心谷四太梁安琪 儿女们年纪尚小 虽然赌王有心扶持 但始终差一口气 最后还是大家姐何超穷出马 以几乎是逼宫的姿态 以转移股权为名 向父亲施压 逼得赌王将宝贵的主牌照 给了二房二女何超凤 这一战虽险 但二房大获全胜 可四太岂是坐以待毙的人 这一次四房虽然输了 但不代表会一直输下去 因为澳门特区政府发放的牌照只有20年期限 试看2022年谁还能继续笑下去 习米华原名周卓华 生于1974年 本来是滚地龙的扑街仔 最开始习米华是靠在赌场里当叠马仔为生 他头脑灵活手段柔软 生意越做越大 坊间一直津津乐道他的一段意识 是他率先改变了赌场借钱的规矩 一直以来杜徒找赌场借钱 是要扣除利息的 借一万拿到手的可能只有八千 习米华不同 找他借一万 到手就是一万 但他会陪着客人去赌台 客人每次下注 习米华都抽一份利息 一种是先付利息 一种是后付利息 简单的一个改变 背后是习米华对人性的洞察和冒险 很快习米华脱颖而出 成为澳门博彩圈的头号叠马仔 后来更是遇到了贵人 拿到三千万启动资金 有了钱傍身 习米华的野心更大了 他承包赌台 租赁赌场 还将业务伸向了餐饮 娱乐等领域 这时他急需一个粗壮的大腿 而四泰给习米华伸出了橄榄枝 媒体报道 习米华在全盛时期 拥有超过三十间赌厅 四百五十张赌台 占澳门整个博彩业的百分之四十五 虽然只是四泰的代理人 但小赌王的江湖混号不禁而走 这里要说明的是 习米华并没有赌场牌照 他的博彩生意 全部都是通过租赁的形式开展的 1988年 何鸿燊创造性的推行 赌场包厅经营制 简单说就是赌场外包 有牌照的庄家 收取固定利润 承包商自主经营 自付盈亏 习米华就是其中最大的承包商 眼看2022年就要到来 习米华的生意如火如荼 甚至还涉足了地产 金融 工业等硬领域 四泰对这个结果甚为满意 垂涎了20年的牌照 眼看就要落入囊中 2019年5月 四泰爱子何游君和西梦瑶订婚 四泰亲自上阵 招摇豪江两岸 10月 代求进门的西梦瑶生下何家第三代男性成员 何游君兴奋地在微博发表长作文 句句不离长孙二字 仿佛回到封建社会 被网友群嘲 想多分家产想封了 何游君很不爽 呛声网友 家产早就分完了 去看看新闻吧 那时的何公子 恐怕还做着重振家业的春秋大梦 2020年5月 赌王去世 7月丧礼举行 香江 豪江 一众好友前来吊艳 政客富商络绎不绝 由于博彩业 本身带灰的业务形态 许多社团人士也想前往香港殡仪馆调宴 但大家解合超穷一句话 将所有闲杂人等挡在门外 这些闲杂人等就包括习米华 两天后 习米华的太阳城博彩中介集团 被曝涉嫌违法 经营困难 资金吃紧等一系列丑闻 逼得他连夜发布视频 并且晒出165亿元巨额存单 自证无余 然而这次命运之神不会再垂青他 何超穷首先冻结了 习米华在和氏产业内的所有流动资金 接着宣布封杀 将他从和氏承包商名单中除名 最后以大股东身份 责令四太与他撇清关系 勿令家族生育受损 三板斧下来 四太不得不亲自卸掉布局十年的左臂右膀 之后 何超穷松口 让四太二子何尤亨进奥伯做事 负责海外业务的拓展和经营 奥伯是赌王的发家之本 也是和氏博彩帝国的象征 一系列动作 翻云覆雨 二房再获全胜 八月何超穷58岁生日 四太带着儿女们赴港助寿 场面温馨 一年后 习米华正式被批捕 这时 距离他成立自己的公司整十四年 眼看他起猪楼 眼看他楼塌了 明年豪江的博彩风云 想必会更加精彩 习米华算是一个传奇 他只有小学文化 很小的时候 便在澳门街头当了八仔 而后 凭借小聪明当了麻仔 败在泵牙居门下当了一个麻仔 而后 也是运气使然 他混迹澳门各大赌场 赌厅做借贷中间人 不断积累财富 之后他遇到了好时机 拿到了娱乐场贵宾厅的经营权 用了十年的时间 成为了澳门的赌厅之王 听起来挺传奇的 但澳门赌场一向是由何鸿燊家族把持 大街小巷 到处都有习米华这样的蝶马仔 为何单单他成功了呢 这是因为 背靠大树好乘凉 习米华背后 靠的可是何鸿燊四太良安琪这棵大树 习米华发达后 还成立了太阳城集团 由于出身很低 突然有钱后喜欢挥霍 而且与娱乐圈女明星来往甚密 其中他的妻子 习米嫂和曼蒂之间的夺米大战 更是被娱乐圈津津乐道 甚至气得习米嫂要求离婚 而这时候 传言是四太良安琪出面 劝习米华要低调行事 于是习米华将曼蒂送到了英国 与习米嫂分隔两地 一来减少了曝光量 二来保全了自己的资产 自己也是隔三差五到英国看望曼蒂 还给了三亿零花给曼蒂 由此可见 四太良安琪对习米华的影响有多大 甚至比她的媳妇习米嫂更重要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